大球妹子荒野求生到底有多会玩 看看这手工编织的树藤床垫到底有多美 再看看位于空中的极品庇护所 躺在上方绝对是视野极佳 还安全感爆棚 那真是有那么点一副当官万夫莫开的感觉了 不过即便是这样的庇护所 那也是没有逃过大辣条的清洗的 半夜的时候悄然来袭的大辣条 竟然敲咪咪的就爬到了呆妹的悬空庇护所之上 那真是坟场上午大刀 吓死人的节奏啊 好在呆妹触碰到辣条时 本能地踢了一脚随即惊醒了过来 不然后果是可想而知的 不仅如此 妹子荒野求生的危险地方可是不少 就比如说一不小心踏进了沼泽之中 稍不注意的话 那就是趋一想不一改 全村老少等上菜的节奏啊 当然 惊吓不少的情况下 惊喜自然也是极其之多 就比如在沼泽地里面实战一手练习 时长两年半的扣尼鸡蛙 便能够轻松收获到极品大黄鳃 不过要是说到技术的话 呆妹施展出来的飞鸟铁弓 那绝对是一绝 凭借着这一手技术 呆妹可是翻越过不少难以跨越的悬崖的 上期 呆妹可以说是捡回了一条路 因为意外地从十多米高的山坡直接摔了下去 好在下方是一处水塘 否则那可就要报销了 不过虽然受了不少的伤 但是主要都是皮外伤 而且呆妹还在水塘附近发现了一大窝的小鳄鱼 为此打造出了竹筏和长矛的呆妹 沿着水塘还真的搜寻到了鳄鱼 当即就是几机打野刀扎了下去 送走了大鳄鱼 最终一共收获到了两条半米多长的鳄鱼后 呆妹那可是美滋滋地搞起了烧烤 吃上了鳄鱼大餐 不过由于高处滑落下来的原因 呆妹也是换了一处河水旁的临时庇护所 然而在这处庇护所附近 呆妹搜寻食物却是遇见了大难题 食物那真是太少了 两天的时间里 最好的一次便是利用鱼钩 钓到了一条三四两大小的鱼儿 这般的鱼货那是没法支撑呆妹 长期荒野求生所需的消耗的 为此 为了获取到更多的食物 次日早晨 呆妹决定带上狗子和猴子 沿着河谷继续上行 看看上游的区域内 有没有能够发现大量食物的可能 沿着河流上行虽然没有了草木的阻碍 但是河谷高低不平 行走起来也是极其的不容易 偶尔还能遇见这种一根被冲下来搁浅的独木桥 通行可以说是极其的不便 而来到上游端时 前面竟然是一道落差高达二三十米的瀑布 这样的情况下 呆妹也只得先暂时休息一番 尤其是狗子的年纪比较大 还得拿出备用狗粮给他补充一番 这处瀑布下方是一潭河水 这样的水中一般来说是有着河鱼的 想到这里的呆妹那是直接下了水 在水中查看了起来 还别说 这水中的河鱼可是不少 一眼望去就得有个十几条 但是可惜的是 这些鱼都是两三厘米长的小鱼 而且还在一两米深的水底 想要抓到它们的话那是真的不容易 为此呆妹也只得打消了捕鱼的念头 而是美美地洗了一个澡 将浑身的皮被消除 洗完澡之后 呆妹带上了狗子和猴子 在周围重新探索起了道路 不过想要继续向上而行 那么眼前的最近的地方 也是最矮的位置 那也是有着六七米的落差 好在呆妹的飞着铁钩 可是一直带上的 猛然间地抡起来之后 再抛出去 便将其稳稳地挂在了岩壁顶部 经过一番确认铁钩 已经抓紧了岩石之后 呆妹便带上了狗子 开始攀爬了起来 长期的荒野球生下 妹子的野外生存技巧 以及体力那可不是常人能比的 背着行李外加狗子的情况之下 借助着绳子上每一米 就有一个绳结 方便抓握和接力的情况 最终呆妹那是足足地 用了好几分钟的时间 总算是成功地爬上了岩壁顶部 这部分对于小猴子来说 那还是相对轻松的 跟随着呆妹也上来了 在野外的时候 及时的补水可是尤为的重要 尤其是大量出汗的情况下 需要及时补充 毕竟这里可不是沙漠 不缺水 稍作一番休息之后 走出树林的呆妹 突然间眼前视野开阔了起来 放眼望去 前方竟然有着一大片的农田 本以为这些都是稻谷 但是细细一看竟然是杂草 呆妹猜测这里之前 一定是一排低洼水草区域 不过有这样的区域 那么就意味着里面可能有黄扇 而在呆妹一番搜寻之下 竟然还真的发现了黄扇的洞 大概是很久没见到了人类 露出头来的黄扇那是直接猛了 还没做出过多的反应 便被呆妹一手扣尼基挖之树 给挖了出来 一旦出了泥土之后 黄扇想要在这满是杂草的区域逃走 那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最终这条三十多厘米长的大黄扇 那还是在劫难逃 成为了呆妹的囊中之物 收获到一条黄扇之后 呆妹可是高兴得很 赶紧的又继续在下方搜寻起来 毕竟这可是她今儿的食物啊 而在呆妹的一番搜索之下 不一会的功夫 又一条皮皮扇被呆妹直接的抓住了 可是没得很 最后的呆妹一共收获到四条黄扇之后 行走间也是没有注意 紧接着便出现了意外 竟然一脚踏入到了泥水之中 并且在里面挣扎了起来 这样的水坑内有着大量的淤泥 双脚先进去可是很危险的 好在呆妹将背包当作了救生圈 死死地抓住了背包 最后更是赶紧地掏出了铁钩出来 钩住了不远处的树木 借住着绳索 慢慢地向着岸边爬了过去 当然呆妹的这般操作 估计眼的成分比较大 但是同样是给大家展示了一种逃生的方法 还是可以借鉴的 好好地喘了几口大气 稍作休息一番之后 呆妹这才找了一处安全的水源 开始将浑身的淤泥给清洗了起来 清洗之后 呆妹便带上了狗子和猴子 在附近寻找起了庇护所 一番搜寻之下 运气极佳的呆妹可是发现了一处石洞 看起来位置还很不错的样子 不过在一番查看之下 呆妹发现了石洞里面竟然是一股山泉的出口 这样的地方比较潮湿 但是考虑到取水用水比较方便 加上今儿走了太多的路 消耗了大量的能量 为此呆妹决定就将庇护所建在这里 这个时间点对于呆妹来说 第一步便是要抓紧补充能量 毕竟虽然刚才掉落在了泥坑之中 但是黄扇却是装在带有拉链的背包里 实物还是有的 在洞口处马放了几块石块作为火堆的底部 隔绝了地面的水源之后 呆妹便将收集到的木材堆了上去 接着搞了不少的竹容出来 利用其打火时打起了火 不久之后 洞口处便出现了一堆燃烧的篝火 火光将呆妹的脸旁映得通红 随着天色慢慢地暗了下来 火堆之上 四条皮皮扇那时被竹子串了起来 此时已经是烤得冒起了由来 一旁的小猴子那时望眼欲穿地盯着这几条皮皮扇 最终带到黄扇烤的焦香四溢之后 呆妹便将皮皮扇给拿了起来 直接干起了撸串的火 吃的那叫一个美滋滋 当然 小猴子和狗子的那一份也是少不了的 今儿的这一餐 虽然食物是少了点 但是基本上都是肉 勉强还是能够补充不少能量的 一番吃喝下来之后 呆妹可算是恢复了不少的体力 原本以为唯一难受的便是今儿睡觉的问题 毕竟刚才呆妹可是没有搞好床位建设 但是没想到洞内深处竟然有一块凸出来的岩石 不仅高出了水源小半米的高度 而且长度还不短 呆妹铺设上毛毯之后 便能够舒服地躺下去 着实是不错呀 就这般的 呆妹和狗子猴子美滋滋地在洞内睡了过去 而洞口处则是流油火堆 起到一定的安全作用 美美地睡了一夜之后 第二天一大早的呆妹就在拍胳膊 毕竟身上被蚊虫叮咬的地方可不少 潮湿的洞穴那自然是不能够再带了 背上行李的呆妹来到了丛林内 开始搜寻起了更适合搭建庇护所的位置 还别说 走了半个小时之后 一颗对于参天大树的称号 受之无愧的巨木出现了 为什么说受之无愧 看看这树木的大小和高度就知道了 最为惊喜的是树木根部有着一处极佳的位置 在这里建设庇护所那是十分的不错 场地平整不说 还是被大树半包围的 安全感十足 呆妹先是利用弓冰铲将地面好好地修整了一番 接着又来到了附近 搬出来的几块大石块 将树根出的两个洞口给一一地封堵了起来 最后担心下雨时 地面全都是泥浆的呆妹 那是花了大力气 不断地搜寻来了不少的石块 在地面干起了贴地砖的火 前前后后来来回回的 找了三十多块石块 总算是将地面部分给彻底地铺设上了地砖 随后的呆妹又在附近砍来了不少的木棍 按照距离地面一人的高度 在上面利用钉子将木棍给定了上去 在将树缝两侧都固定上一根木棍之后 呆妹便开始将短木棍一一地绑扎了上去 乍一看还以为呆妹这还是搭建了一个庇护所的屋顶呢 不过呆妹的心思 美女的心思你别猜 因为这可不是屋顶 而是呆妹打造的悬空床位 呆妹决定这个高度下 夜晚睡觉那是绝对的安全 搭设好树木框架之后 呆妹又在周围收集来了大量的树藤 这些树藤主要是用作编织床面工程的 当然 直接在一人多高的地方编织 那绝对是很麻烦的 为此 呆妹直接在地面编织起了树藤床面来 这样的话 虽然没有采用树木框架为编织式纵向的材料 但是编织起来确实方便太多了 而且床面的柔软度会十分的不错 不过即便是如此 整个床垫的编织也是极其的耗费时间 尤其是呆妹今儿可是没有去搜寻食物 食物的问题卖个关子 一会就知道了 足足地花费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呆妹的床垫总算是编织完成了 还被它直接卷成了一款 随后呆妹先是爬上了床位之上 将防水布给布置了上去 接着又将树藤床垫放了上去 并且美美地铺设在了床位之上 呆妹之前计算的尺寸那真叫一个刚刚好 这般舒适的床垫可是让小猴子欢喜地蹦跋了起来 完事之后 呆妹的食物之谜便要解开了 先是在地面上利用石块围出了一个火坑之后 呆妹便在里面升起了火堆来 准备制作今天的餐食 这一次的餐食可是一块真空包装 并且用锡脖纸二次包裹的淀粉火腿肉 这可是呆妹荒野求生时的紧急备用物资了 就此一块 这也是这么多期以来 呆妹第一次动用了唯一的备用物资 毕竟连日里出现的惊险 以及收集到的食物越来越少 呆妹还是决定使用一次 这一餐可以说是吃得呆妹那叫一个极其的痛快 大口大口地撕咬着淀粉火腿肉肠 口中满满的都是满足感 实在是舒服 每餐一顿之后 呆妹便爬上了她的空中之床 美美地睡了下去 然而令她没想到的是 半夜两点多的时候 放在周围的摄像机记录下了惊险荧幕的全过程 两点零五分 一条大蜡条从树洞的石缝处悄然地爬了出来 两点半的时候 大蜡条竟然沿着树木爬上了呆妹的空中之床 而呆妹竟然没有发现 回头看来这实在是恐怖无比 不过幸运的是 大蜡条只是呆在了床尾横着躺着 似乎在享受下方火堆带来的热量 还别说 这家伙那是真的会享受啊 而睡梦之中的呆妹突然间脚印一动 竟然触碰到了冰冷之物 猛然间的本能反而下 便蹬出了一脚 将大蜡条给踢了下去 不得不说 呆妹这睡梦之中的警觉性那还真是高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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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